真的是糗大了 在国道3号这辆警车 左后方的保险桿掀了起来 一边开一边随风飘 就像随时会掉下了一般 但是开车的远景却完全没有发现 还持续地往前开 担心波及到其他车辆 而后方驾驶也看得胆战心惊 索性有热心民众通报了 开车的远景才立刻下交流道 结束一场惊魂 警车行驶在国道上 周遭驾驶开得胆战心惊 因为警车左后方的保险桿 大片脱落随风飘逸 就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 偏偏远景浑然不知一路奔驰 后方驾驶越看越可怕 生怕惨遭波及 如果说整支的保险桿 基本上不会有出现这个问题 那就是有裂痕 而且没有固定好 然后才被风吹到 要不然保险桿不会这么脆弱的 保险桿随风飘的警车 隶属桃原平正分局 2号中午行经国三草屯路段时 上演国道惊魂祭 损坏的车怎么会开上路 原来这辆警车在今年1月时 曾遭撞击 但因为赔偿和材料问题 才会到现在都没有修 驾驶车辆之同仁意味发现 经通知同仁 以地级下交流道 将损坏处重新固定 当天经过民众通报 远景赶紧下交流道 暂时固定保险桿 再继续北上 目前这辆车还在执勤 要等三天后材料到货 才会更换 但除暴安良的警车竟破损成这样 也让不少民众直呼 警方这次真的糗大了 记者林珠强桃源报道